皮皮电影 专品好电影 好电影有两种 一种会让你反复刷无数遍 一种是你明知道的拍得很好 也被深深触动了 但绝不想再看第二遍 王宝强主演的《哈喽树先生》 就属于后者 这部影片十分特别 它明明是一部喜剧 可是看的时候 你常常会觉得胸口疼 它明明采用的是魔幻现实主义 可展现的却是真实残酷的现实 它明明讲的是一个疯子的故事 可是很多人却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很多人和皮哥一样 十二年前看了这部电影 当喜剧看的 胡伦吞噪 没留下太深刻的印象 可是之后的十二年里 这部影片无数次被安利 被解读 越来越多的人 发现了它的好 这一点从豆瓣评分上 就能看出来 2011年 哈喽树先生刚上映的时候 他的豆瓣开分只有7.1分 到了2018年 他的分数缓慢涨到了7.4分 2019年 他涨到了7.7分 2020年 涨到了8.0分 2022年 他的评分 来到了8.3分 哈喽树先生 用12年的时间 等来了观众的审美 可越是如此 皮哥却反而不敢 看第二遍了 因为拨开喜剧的外壳 露出的 是冷汗淋漓的现实 今天我们就来 好好说说这部影片 影片的故事很简单 用一句话概括就是 一个好人变成了疯子 用两个关键词概括就是 破碎与复仇 影片前半个小时 讲述的就是 树先生的内心 是如何破碎的 树先生是村里的闲人 他经常爬到树上发呆 整天就在街上瞎溜的 大伙埋在他 他还嘴硬 口头禅士 这会儿去那 人家还要办点事 村民揭穿了他的谎言 干嘛我忙了 忙了 忙了加热 树先生一声不吭走了 树先生不是没有工作 他之前当电焊工 结果被强光灼伤了眼 老板给了两千医药费 就把他开了 树先生失业了 树先生并不伤心 因为他可是村里的名人 他和谁都很热乎 街上溜达石碰到了黄毛 立刻就坐上黄毛的车 攀谈几句 过阵子 小窗骑摩托过来 他直接上车说 我收一会儿 走 失忆了 就去好友高鹏家喝两种 村里的男人局上 他更是稳坐C位 可明眼人都看出 大家表面上 把树先生当成做上宾 实际就是把他当小丑 寻开心 只因为他好欺负 树先生是个苦命人 他隔八六年 因为流氓罪被抓捕 之后被父亲失手勒死 这成为了他挥之不去的梦魇 我总是梦见我爸 皮卡黑大印 到处找我哥 母亲和他诉苦 弟弟瞧不起他 即使被命运捉弄 他依然用自己的热心肠 帮助别人 村里大大小小的事 都少不了他帮忙 路边小孩吵架 他要上去掺和一下 结果小孩怼他 你是谁做了解啊 好友小庄 把村爸二桌的车蹭了 他上去调停 小庄是个好哥们 给哥面 显然树先生的面子不值钱 耳朱枪声道 好友高鹏结婚 树先生去帮忙 在婚礼上 他被当成小丑 供大家娱乐 他不气不脑 很配合地当起了那个丑角 树先生的破碎过程 主要包括三方面 其一是亲情的破碎 眼睛受伤后 亲弟弟来看他 对他出言不逊 撂下一千块钱走人 不给他一点情面 其二是爱情的破碎 树先生爱上一个聋哑姑娘小梅 在没人的介绍下 他去见了小梅 登门前还换了一副眼镜 捣着一番后 却显得更加猥琐 在小梅家 两人根本聊不到一块 他邀请小梅吃个饭 惨遭拒绝 他的爱情梦碎了 其三是友情的背叛 二猪是村长的小舅子 他仗势欺人 占了树先生家的地 两人本来是久友 可是树先生怕破坏了关系 一直不敢和二猪开口 高鹏结婚 好友一贫回来了 他现在在城里 当了培训机构的校长 有身份了 树先生想让他帮忙调停 第一次见面试探的说 玩意一会探 没说个事 咋了 咋了掏个新窝子 后来婚礼上 一瓶问他啥事 他又害怕破坏了婚礼的气氛 没开口 之后大概是喝上头了 试探性的提了这件事 结果二猪一把冲上去抓住他 树先生便接到 话还没说利索 二猪就让他认错 并且当众下跪 场面一下子混乱了 当一行人来到屋里 本片的明场面出现了 树先生大概是酒醒了 又或者根本就没醉 他小心翼翼的说 兄弟 兄弟 为什么会这样 让他说 别说让他说 刚才外面认多 哥不对 男儿膝下有黄金 这一跪 宣告了树先生的精神 彻底崩溃了 当被搀扶进屋里 树先生终于卸下了伪装 在好友义平面前 说出了心里话 可讽刺的是 义平在树先生睡去后 不告而别 好友的背叛与冷漠 成为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树先生 疯了 影片后半部分讲述的是 树先生的复仇 没错 一个疯子用异象的方式 完成了复仇 他首先对友情进行了报复 他来到了长春找一平 在他的异象世界里 好友改名 成了陈一新 他在一平的培训班里 打扫卫生 被好友遗址济使 换言之 即使是异象世界里 他依然是个兽气包的形象 影片中这两个路标也非常惹眼 一平出轨学生家长 被妻子发现 两人激烈争吵 树先生从中调停 换言之 在异象世界里 树先生对好友的报复 就是让他出轨 然后自己去拯救他 其次 树先生对爱情进行了报复 现实中那个木纳口顿的树先生 在异象世界里 成为了一个乡村诗人 你知道吗 当我们相识的一刻 就是这世界最美的瞬间 就算给我个村长 我也不等 相思是烟 相意是酒 你就像那烟酒 搞得我烟不离手 酒不离口 而小梅对她的态度 也彻底转变了 不仅和她短信传情 还欣然和她约会 在提到结婚条件上 也变成了一个先锋女性 结婚是我的事 让别人决定 你的命运不可悲吗 两人很快结婚了 婚礼上 树先生迷离的眼神 也暗示了一切 是她的意象 新婚之夜 小梅主动宽衣解怠 据说为了拍好这场戏 王宝强和谭卓 都提前喝了酒壮胆 婚后 她更是化身贤惠的妻子 给一家人做了可口的饭菜 乍一看很温馨 仔细品 却很悲凉 对这段感情 她不自信 结婚前 她要求弟弟 给自己借一辆皇冠来壮胆 弟弟只借来一辆帕萨特 兄弟争吵 牛打在一起 院子里着火了 她需要靠一场大火 改过自己的婚礼 因为她觉得她不配 树先生之前 从来不会梦到哥哥 只会梦到父亲 和一团篝火 因为哥哥当年追求自由和爱情 是他的榜样 之后被判了流氓罪 被父亲勒死 父亲就是那根传统的绳索 石石勒在他的脖颈上 那团篝火 就代表着危险 如今 那团篝火点燃了婚礼 他的哥哥 也回来了 今天我有机会你知道吗 直到爸跟我说了 所以我回来看看你 婚礼上 哥哥带着嫂子 跳起了冬天里的一把火 隐喻不言自明 热闹之余 父亲的凝视如影随形 婚礼后没多久 哥哥在他的床上和嫂子亲热 而此时 小梅已经回了娘家 换言之 即使在树先生的异象世界里 都不敢太过放肆 他需要和弟弟打架 屋子着火 来掩盖对婚姻的空虚 需要哥哥和嫂子热物 来给自己壮胆 需要负起一旁凝视 来弥补内心的不安 最后到了洞房里 面对心头美人 他无能为力 感受到的只有痛苦 脑海中浮现的是 哥哥当年被勒死的画面 在完成了对小梅的抱负后 他竟然把小梅放回了娘家 自己靠欣赏哥哥嫂子亲热 来满足心意 而导演在描述这段荒唐故事时 用了二手玫瑰的火车快开 做配约 也是暗示观众 这不过是梦一场 最后 树先生完成了 对强权的抱负 树先生变成了一个神算子 他算出了村里发生旷难 好友小庄走了 很多人奇怪 小庄又没做坏事 为啥树要整死他 片中树先生说 小庄常常让他想起自己的哥哥 哥哥当年含冤而死 而小庄死于旷难后 得到了电视媒体的广泛报道 这算得上一次沉冤得雪 接着他又跑到恶霸二猪那里 放言 这人家又出事了 一定要收你呢 得到了一片哄笑 这哥们儿是中邪了吗 这人 他又跑到村长那里 说太上老君告诉他 村里21号停水 又把大伙都乐了 然而随后 他的预言逐一成真 二猪倒了大煤 跟着村长来找他算命 树先生告诉二猪 先把厂子关了避避鞋 并有模有样的邀请 何仙姑救救自己的兄弟 二猪吓得立刻跪下了 树先生完成了报复 影片中还有一条隐线 瑞业矿野集团在村子里 搞拆迁修了一个太阳新城 是强权的代表 在树先生的异象世界里 矿野老总找上门求他 树先生支招 你向你们老总 开业那天对着经口 后三生 真言 开业当天 他成了座上宾 参加了剪彩仪式 纵观树先生的报复行为 我们看到的 却是一颗温暖一碎的心 他对好友的报复 不过是让他出轨 自己去帮忙挽回家庭 他报复小梅 不过是让小梅嫁给自己 然后过了心瘾之后 把他送回家 他报复恶霸 不过是让对方倒霉 然后自己再化身救世主 救他于水火 他报复强权 不过是说一些神神叨叨的话 然后参加剪彩 风光一回 当完成这一切后 树先生 淹没在一片殷红的世界中 当他醒来 局局独行于田耿中 他并不孤单 小梅站在那里 笑叶如花 等他回家 放到新房子里了 你把孩子也放到新房子里 走吧 王宝强在本片中贡献了 他演艺生涯中最精彩的表演 他给树先生注入了魂 导演韩杰的老家 就有这样一位树先生 开拍前几个月 王宝强就跟着导演 去拜访了树先生 王宝强天天观察模仿 努力找到树先生的状态 他本来不会抽烟 但是进组后学着村民抽烟 最后一拿烟就给人感觉是个老烟民 他不会喝酒 但开拍后几乎每顿饭都来点白的 就是要找到爱酗酒的人 晕晕乎乎的状态 他在少林寺练过 身子板正 可是却故意学习一种别扭的走路姿势 一番自我改造后 树先生诞生了 他走路时一点一点的 无处安放的 除了那双手 还有他的灵魂 可拿起酒杯后 立刻找到了自信 这红扑扑的脸蛋 呲牙咧嘴的表情 快活似神仙 而手里那根烟 是他的护身符 拿在手上 就好像找到了人生的支点 整个人都飘逸洒脱起来 而在台词上 王宝强也下足了功夫 剧本的台词是编剧写的 可他有自己的创造 比如他常常会在聊天时 说一个妾字 这个语气词太有意思 树先生想表现出无所谓 可说这个字的时候 底气不足 把自己暴露无遗 这么一个荒诞的角色 如果让别人演 一定很违和 但是因为宝强的超强演技 一切都顺理成章了 有人说 树先生就是鲁迅笔下的阿Q 总是用精神胜利法安慰自己 在我看来 树先生比阿Q还要可悲 阿Q是那种痛而不自知的人 他永远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某种程度上说 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树先生呢 自尊心极强 是那种痛且自知 还要表现得无所谓的人 他在别人面前永远乐听派 只有在大家看不见的时候 偷偷跌倒 比如受伤被弟弟数落后 影片给了他一个特写 我们看不到树的表情 但王宝强用嘴角肌肉的抽动 来反映痛苦的内心 比如被老板开除后 他挣扎着露出笑脸 一副无所谓的神情 老板走后 他一下子懵了 转着小护士的手不撒开 这是他在困顿中 唯一可以抓住的东西 后来别人问他为啥不干了 他也轻描淡写地说 不干了 你要干什么意思 比如他在黄毛的车上 直勾勾地看着小梅 可自尊心作祟 说自己有事先下车了 下车后又后悔了 风一样追上车 有借口说自己去城里有事 要搭便车 后来小梅相亲没看上他 他还要假装自己没看上小梅 可惜了 人家就是不会说话 小梅要是没有毛病 他能看见你 比如他在好友的车上 被好友埋怨 小心宴会啊 树先生立刻感到了好友的冷漠 马上掏出喜糖 讨好老友 消除尴尬 随后又拿着老友的名片 蹲向半天 恭维他当了校长 注意这个细节 他紧接着借谭烟灰的功夫 背过脸去 小小抱怨道 所以你这个电话打不通呢 该话也不给你顺一顺 这场对话 一下子让我想起了 鲁迅和润土 几乎每一个中国的农村里 都能找到至少一个 树先生这样的人 他们或因为家境贫困 或因为身体残疾 一生都被困在穷山沟里 有活了 他们就去打点灵工 混口烟酒 没活了 就在村里到处溜达 遇到谁家有个红白喜事 就去帮忙 他们忙着生存 也忙着死亡 十二年了 王宝强的树先生 被捧上了神坛 活成了一代人心中的一个符号 有人说 你看看周围 一定能找到树先生这样的人 如果找不到 你就是那个树先生 这个评价和这部电影一样 初听有点搞笑 戏片却是顿生悲哀 也有人说 所有人都觉得树先生疯了 或许他才是唯一一个清醒的人 总之 Hello 树先生 就是这样一部电影 看懂它 是你的幸运 看不懂它 是你的福气 Hello 树先生 咱这谁做呢 你都干啥呢 干啥